现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有变数 那目前现在我们在讲话的同时呢 气象局正要准备开始记者会 因为今天现在这个时候 晚上8点30分的时候呢 海上警报发布了 因为现在目前呢 在我们台湾东部海域 从伊兰到东北角 一直到北海岸部分呢 有些地方的浪高 已经有4到5公尺 切记切记哦 不要到海边去看浪哦 尤其现在放暑假时刻 不要没事偷偷跑去海边看浪 会有危险性 因为近海的风浪 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 那因为最主要呢 台风的移动速度非常的缓慢 那未来的话呢 要怎么变化 其实在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最主要呢 路径的方向 如果你有注意到我的气象的话 昨天跟今天 路径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了 因为最主要 北方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流场呢 改变了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这个时候的雨量图啊 北部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在家里面 要看着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怎么僵雨的状况 好像外面还蛮明显的 因为外海有些云城 正在进入阳明山地区 还有包含了木栅新垫山区部分 还有包含东北角像双溪啊 这些山区的部分来说 都有局部的震雨明显 再来就是桃园山区 这边大概20到接近 有些点点到30毫米 一直下到新竹到苗栗 可是呢 宜兰地区的朋友 今天白天没什么雨 现在晚上呢 有些云城也开始进入了 南台湾呢 这边的话是五号震雨啊 南部地区今天晚上都是很平静的 因为风向呢 吹着的比较偏的北风 到东北风进来 所以高平地区这个降雨啊 是昨天的晚上深夜 到今天凌晨所下的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当风向改变的时候 整个台湾呢 因为在西半部地区 有中央山脉的屏障之下 所以呢 西半部地区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都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不过我要特别提醒注意的 这次的台风的整个路径 跟方向来说 未来的改变之下呢 有些地方是不变的 因为就是在到礼拜六以后 风场开始吹着西南风上来 南台湾的朋友 可就要特别注意 讲到雨的部分 来我们现在注意一下 现在最新的雷达了 雷达上面可以呈现的 就是水气分布的状况 可以注意到 外海的对流的云层 有没有开始进来咯 这条带状的水气 在通过我们台湾上空的时候呢 阳明山地区 跟包含台北东边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还有包含了 新电木栅山区部分 桃园还有新竹山区部分 都有局部性的间歇阵雨 这个就是台风的外围的云层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这样子进来 那这个云的波段过来的时候呢 南台湾只有云量多 但是水气状况来说 会通过可是不会下雨 所以呢 在这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就在于 北台湾跟东台湾的 宜兰宜北 而花莲以南是被封灭 所以花莲以南的朋友 你只会感觉到云层多 海浪大 还是不要去干浪 有危险 所以呢 北部地区的朋友 倒是要注意雨区行车 要开始注意安全 那阳明山地区的路况来说 会随着雨势的部分到明天 会再更增加些 外海有没有看到 有些云带十元宫古岛的东边这边 对流包看起来就更明显了 因为台风现在距离我们 大约在570公里的海面上 那说到台风 我们看完了这部分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最新的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好清楚 清晰可见吧 台风也很漂亮吧 不过强度的部分 目前中心风速每秒38 明天的白天还会增强一点 暴风半径还会略微地再扩大一些 可是你可以注意哦 我现在手指的位置方向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整个移动的方向 有一点点开始偏着比较西南的方向 从这个点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它一小时的速度 昨天还有只有到4公里3公里 今天现在晚上的时候 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 白天还有在13公里 所以这表示什么 因为北方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流 是一个偏弱的状况 所以呢 台风移动的方向来说 是缓慢地朝着一个偏西 有一点点偏西南 因为高压的边缘 刚好到这个地方 所以当它今天的时候还是上不去 就是因为卡在高压的边缘 明天这个高压势力要有略为退缩了 所以呢 外围的云层也随着它逐渐地到 宫古岛跟石渊岛附近的时候 水气也开始进来 那但我们注意这台风最重要 哎 这边好多物哦 那水神 看得清楚 南边的水气还蛮多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水气很多 最主要一点 我好像觉得它先进 好好继续讲 那你看上来的水气 我们注意到很明显 这边呢也是整个风潮 这个是已经即将消失掉的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哦 它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水气拉上来 就河南下大雨就是它 跟它没有关系哦 因为它被太平洋高压挡住了 四岩花台风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用CNN的报道 然后CNN是讲错的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讲错 全台湾没有人讲对 只有我讲对 那NCC不去冰一下 NCC去回溪了呢 就这样这么简单哦 那我们看到 再来回归这个气象的部分 看完水气上来过来 等它过来 逐渐的通过了石渊岛之后 开始往北转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会北转 北转的重要时间点 大概就是在礼拜四的晚上的时候 开始接近到石渊公股 再来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往北转 所以礼拜五晚上北转的时候 就重要的关键 因为它到时候会通过 我们的钓鱼台 但是呢在我们钓鱼台 距离我们的陆地 大概有150公里左右 那通过的距离的远跟近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钓鱼台的东边往北上 那距离我们更远 连暴风圈都碰不到陆地 那钓鱼台的西边上去的话呢 那可能暴风圈就要勾到北台湾了 半径有多大 半径现在目前180 明天还会再 有机会再扩大一点 对对对 那你问我台风架对不对 台风架基本上来说 我们看看情况啦 那基本上来说 暴风圈如果连钓都钓不太到的话 那台风架就不要做梦 那钓得到的话 风雨的部分 在暴风圈的边缘应该不会太大 那可能又变快乐台风架 那没关系 反正明年要选县市长 一定要放嘛 对不对 我什么都没讲了 对对对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评估 和县市长自己评估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走向 还是说就取决于 到了明天晚上到后天的时候 通过石渊 宫古岛石渊岛之后 在北转的角度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整个路径的前视图了 前视图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昨天的预报上是接近台湾 甚至从宜兰这边进来 现在的话呢 已经到这就是过了 石渊岛 宫古岛到石渊岛这边的时候 开始要北转 所以时间点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就礼拜五的 下午的时候 它开始往北转 那北转的角度很重要 当礼拜五的下午 北转到礼拜六的一大早 天没亮的时候 就去通过我们的钓鱼台了 到了我们钓鱼台 日本会不会以后不准我进入 不知道 然后转上来的时候就很重要 它如果转上来的 靠近比较东边的话 那就表示暴风圈的边缘 可能连我们陆地都勾不到 那如果说在钓鱼台的西边过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接近 但是这个前面都是 告诉大家路径 但我们重点来讲 这个时间点 礼拜六 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后开始 这个时候它已经到了 台北的北方的海面了 这个时候的风场 开始吹着西南风上来 这个时候的西南风上来的时候 南边的水溪带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台风的尾巴 的这个南源向线 这么多的水气也开始要移过来到这边 整个拉过来之后 整个上来咯 所以呢 南台湾要注意了 大水 礼拜六 礼拜六的下午到晚上开始下大雨 礼拜天下 那如果台风上来到了浙江登陆 所以浙江的朋友要注意咯 台风大概礼拜天的时候 就要逐渐在晚上登陆到浙江咯 浙江在下午的时候要登陆 登陆之后进入浙江以后到了上海 所以这段路径上来 它强度会减弱 但你可以注意到 移动的速度变得更慢 到下礼拜一还在上海附近 对好慢 对那这么慢的时候 这个气流场就吹着西南风 南部就要继续下 所以雨就一直下 就继续下 那这么继续下去的时候 所以我要提醒叫做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朋友 礼拜六下午以后开始要特别注意 风向开始从海面上吹进来的时候 就要注意海面上的水气会进来 下大雨的状况也要开始逐渐增多了 所以这次的台风 雨的影响层面比风的影响大 南部的影响层面比北部大 那北部的话就要看这台风 会不会勾到陆地 勾到陆地 那当然就有可能会台风降 那灾的部分来说的话 北部地区就只有在明天后天的时候 比较多的水气下来 当台风其实礼拜六下午 到台北的正北方 这个时候吹西北风 反而北部地区的降雨状况就减少 对但说到雨啊 来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整个北半球的卫星云图 这是一个真实色彩的云图 这个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台风的云系发展 南云下线 我们看到这条水气带 这边是中南半岛 再来呢这边是印度 这个是印度 这里是中南半岛 然后这里呢是什么 这里就是印度洋 你们注意到大片的水气 从这个马达加斯加岛这边 好惊人喔 整个输送过来 过了印度 到了印度洋的这边 经过中南半岛之后 再直渐的接近台湾 所以呢这个印度洋这边 这里是中南半岛 我都已经被云层都快挡住了 这个是中南半岛 所以水气通过中南半岛 进入南海再往这个方向走 可是当台风到了台湾北方的时候 水气带就会逐渐的要接近 我们台湾附近 因为两个抽水机在那边抽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 但是我们来讲到这个 全球的气候的异常 你可以看到水气往上走 你看看今天下午的时候 这个河南这附近 这边的云带又发展的非常旺盛 因为最主要就是整个季风水气 过了清康藏高原之后呢 水气输送往了长江流域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 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的 这段时间是没雨季 所以河南那边下大雨 淹大水地铁都淹掉 就是因为这个水气上来 而造成的状况 所以就是气候的东西 这个部分没有分国度的 对 所以我们请导播 是不是就直接给我们下降 来看到这个世纪大水 这个全球淹成一片 一路淹比利时 德国 日本 还有土石流 那你刚刚讲今天 欧洲这边在淹大水之时 比利时跟德国两个距离很近 所以他们相对的 他们淹大水之时在北半球 另外一头的美国现在正在大干旱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高位方式 那这都是极端气候的关系 这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气候 那北半球因为热浪的关系 再加上全球的温室效应之下 剧烈的天气系统的变化 就变得更为的明显 那郑州这边也是一样 除外之间发生强降雨 我们台湾如果发生 一小时两百毫米的话 大不了水淹一下 因为我们的水沟疏红速度很快 当年那个纳粒台风 它的雨量是多少 纳粒的本身 可是它是持续性的下 纳粒下的面积跟范围 跟这边比起来 我们不能这样比 因为纳粒到一千多 但是问题是 它这个地方的局部测站测到的雨量 实雨量来说 它到了两百多 一天累积下来到六百五 将近七百毫米的雨量 可是对于河南这个地区来说 它本来其实很少下 但是雨突然下得这么大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边的排水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宣泄 而且我们台湾重点 我们山脉高地势短 可是问题一下流进海里面 河南不是啊 流了一千公里还在陆地上 哇糟糕怎么办 你流进黄河 黄河就泛滥了 那现在就下大雨下下来中 水要退掉又是时间 所以它的地铁会为什么 会瞬间水灌了进去 而造成了人员的死亡 就是因为快速的这么强降雨出现 可是其实在河南那边 很少很少的这样的降雨 但我们也注意到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是长江到黄河之间的梅雨季 七月八月是长江黄河梅雨季 我们是以前 我们五月六月是因为 长江流域的梅雨的前逊期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 在长江这边 以北地区的强降雨的状况的出现 这也就代表说 整个温室效应之下 其实对于整个地球的整个 许多的距离的天气变化来说 相对的就变得更为的明显 所以可以看到像日本 之前靖刚这边 他们水土宝石做得很好 但没有办法 雨太大了 是挡不了 然后那个山坡的部分 底下刚好是以前是火山沿层 火山沿层的碎石沿层的部分 来说是比较松动的 所以雨下下去的时候 表土的部分没动 但底下的碎石层 整个就崩滑下来 一崩就崩掉了 然后整个村庄就整个被淹掉 就是这个原因 对所以你说像郑州这样子 这个习近平也说了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对不对 大疫最重要一点 就是你在后面的 我们的灾后的清洁的东西 有没有做好 如果没做好的话 那当然包含了 以前讲叫瘟疫嘛 就是包含了病霉闻之身 所以要赶快清干净 天气一热完 三四天整个就会有 这种疫情的状况出现 好 好在这边谢谢戴立冈了